我們互相交流 會受混 所以我的品種會變成比較不好 你的會變慢慢好 所以我們大家都是好的品種 是不是受混起來 大家都是好的品種 所以我們就是說 大家有好的 我們就要互相交流 這樣會得到更好的 這個香蕉 你看到一般的香蕉 其實這個很大張 這個很小 就是這個字 他們說天皇椒 就是日本時代孫 禁貢給日本天皇吃的 所以他們說是很Q 但是我跟郵勝說 你如果有你也寄給我吃 他才不給我吃 為什麼 老師請問一下後面是什麼 這是桃子 桃子啊 也是特意種的嗎 也是種的嗎 這個不是 這個都是說當初 原本就有人 當初原本就有人 我們改做有期的時候 本來這個都要產除掉 這個都是漏網之移 是因為生太子在那邊 所以才故意流下來了嗎 對 這個 這個 當初 前一個月 生很多 生很多的時候 那個 藍雀 幾丁 鳥都比我們聰明 嗯 鳥吃的那個 已經是沒有農藥的 不知道各位 我小的時候 我們那個芭樂有沒有 芭樂 芭樂 鳥都會來吃 對 我們只要看到 這一顆 鳥吃過的 特別好吃 特別好吃 對 照著不吃 那裡就比較難吃 對 他都比我們聰明 對 所以人雖然是萬物之靈 可是我覺得 連選擇食物都沒有 都沒有生物的聰明 對 都沒有其他生物聰明 對 連選自己要吃的東西 都沒有知覺 對 真的是很奇怪 這個南瓜 各位知道嗎 有看過嗎 那邊有長出來 那邊有長出來 那邊有長出來幾顆 那邊有一個 那邊有一個 有 有 這邊也有一顆 這裡有一顆 真的泡在水裡面 這一顆 這一顆 哪一顆 好大一顆 哪裡 什麼 怎麼像 胡啊 還蠻像胡啊 他就有扁扁的有沒有 南瓜 那有南瓜 那有南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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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台灣的南瓜 別種跟國外不太一樣 它這樣就扁扁的這樣 對 它南瓜可能好 南瓜要到什麼樣才能採 怎樣才能採 變色嗎 變色嗎 變黃嘛 變黃 不是 這就是 它不會成熟 一般南瓜 不是長型的嗎 南瓜 這個 南瓜平種很多 南瓜平種很多 有的像葫蘆 這樣 這它平種很多 有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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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瓜 一顆 對啊 那個圓圓的 對 這個 它平種很多 我想說 這個 是 水溝 各位 你看 這個叫做什麼布 塑膠布 塑膠布 是塑膠布 沒有錯 你看那邊是銀色 黃水的 那邊是黑色的 那邊是黑色的 那邊是黑棟還是這個棟 那邊是保暖的 黑色是保暖的 黑色是保暖的 幫植物蓋被子 不是 怕長草吧 這個是我們弄錯的 哈哈哈哈 我們弄錯 結果我們破的時候 我們也搞不清楚 拿來就破下去了 我這有分質地 不是 它有分 它應該是 那個是正確的 銀色的要在上面 黑色的要在底下 光線的問題嗎 對 就是說呢 它可以增加反光 你的陽光比較充足 它有幾個用途 那你這個不是會更吸收嗎 吸收是熱的 沒有辦法 那個光線不足 所以我們 這個有幾個用途 第一個可以反光 第二個就是 這個 不要讓雜草 雜草生出來 第三個就是 我們施肥的時候 如果施肥 如果沒有這個蓋的 後來沖的就流血了 所以它還是 在那裡放 一般施肥 一般也不能太多 師兄我問一下 這種布一定是 一面銀的 一面黑的嗎 對 那它為什麼兩面都很銀的呢 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 這個就叫做 銀黑布 這個布叫銀黑布 對 就是銀黑布 對 它就是兩面 一邊銀一邊黑的 對 對 不會說兩面都黑的嗎 不會 不會 那會不會我們家 那個農場弄錯了 一邊兩邊都是黑的 不是 它鋪的是 我看都是黑的一面 是不是弄錯了 那我問一下 有聖師兄看看 是不是 就 他就告訴我們 就是說 就是不是一面顏色 一面是黑色 我怕我們家的人 是不是弄錯了 因為我看他都是 幹是黑的 朝上 對 所以說是不是 都誤解了 他以為是這一面 才是正確的 因為當初我們也不知道 對啊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鋪了鋪了 鋪了就鋪了 鋪了 鋪完了就 動都挖好了 然後有聖師兄來看說 啊你們弄錯了 他弄錯都已經 動都挖好了 那我們就 這樣挖好了 翻過來 翻面不就好了嗎 有什麼關係 整個都慘了 蛤 對啊 哦 所以 所以就說 啊好啊 就僵錯就錯 有差嗎 這樣子有差嗎 黑的在上面 有差嗎 嗯 光線反光效果比較不好 哦 那要問那個賣的那個人 說到底怎樣才對 他們一定是有根據 對 對 因為有時候是用他也去上課 哦 然後他就說 吃怎麼樣 到底什麼道理 哎呀 那我們家如果是 也是買銀黑布 他們黑的上上就錯了 就錯錯了 完蛋 哈哈 我看那邊都是黑色的 對 換過好幾次還是黑色的 所以他如果沒有說 我還是不認識 對 對不對 哦 哇 那你看到了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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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說 你還是有疑問 我們就問一下有剩 好等一下我們去問 對 有什麼疑問的話 你就再去問 銀黑布 他大概有三個作用 對 老師不好意思 我是公民記者 好奇寶寶 那我剛聽你姐說 我非常的喜歡 我幫你錄影了 可以嗎 可以幫忙 可以可以可以 謝謝謝謝 那您請問您是 石敬大學的您教什麼 我是教會計 哦 這樣 了解了解 會計 畢竟高 高師兄 高教授 平時的時候 我們就是參加那個 慈心的義工 已經就有機的嘛 對對對 我們就去推行 推行比如種有機啦 推行種樹附地球啦 好啊 希望我們把這種好的理念 推廣給社會給那個 尤其像我們去那個 南湖高中啊 去南湖高中也去推這個有機的這個 然後讓年輕的學生 他能夠呢 更了解這個 那將來我們就有希望了 所以您是教會計 所以你本來對農務也是不了解 是來這裡以後才了解的 對對對 因為我們有上課嗎 有去受訓 有有有有有 受什麼訓啊 就是關於有關於有機的啦 這個慈心的這一方面呢 這個課程這樣子 哦 所以我們理人都有在進修這一方面 哦 可是我看到 我當時在看他好像說有相關什麼科系啊 然後又要年齡又要幾歲啊 什麼這樣的限制好像 沒有啦 我沒有看到 假如說你參加有機的這個義工的話 那他就會有什麼講習啊 又請這個專家或者什麼 或者什麼資料提供 那你就是去各方面再進修這樣子 是是 好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